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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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機台內 一格一格的小格子 裡頭放的不是百元商品 而是超跑精品 有衣服 有鑰匙圈 還有3C產品 最貴的要價6000多元 這些高單價的超跑精品 就放在無人商店裡頭 當我們靠近販賣機的時候 它的偵測系統就會偵測到你 所以這個專櫃小姐 她就會影片出來做解說 電腦螢幕可以點選商品 還能看到互動影片 跟著投錢進去後 按下商品的編號就能購買 最起碼輪班制 最少要請個四五個 對 那如果抓一個專櫃小姐 可能就是要差不多4萬塊的左右的話 那一個月省下錢就是20萬了 這間販售超跑精品的業者 為了省下人事成本 打造了這一個智能科技販賣機 現場還放了一台真的超跑展示 但機台內販售的跑車精品 看得到摸不到 又沒有專人服務 消費者能接受嗎 我們也會有休息區 OK 他可能買了 那他就可以進去我們的VIP區裡面 他可以享用這些商品 可以喝個咖啡或幹嘛 也是有變相的尊容感 精品 顧名思義 就是高單價商品 一整間店放了超過百萬的超跑精品 未來還會販售超跑模型 儘管機台都是加厚的強化玻璃 但是有心人要偷也不是不可能 新型的購物模式 消費者買不買單還要觀察 散新聞 圍著方品文 SY小組台中 採訪報導